本周内呢 康熙来了就会正式吹响终结的号角 而这也意味着堪称台湾地区综艺主持界黄金搭档的康熙组合将与观众道别了 那究竟之后呢 台湾地区综艺主持里谁还能再创传奇呢 在如云高手之中的黄紫焦啊 无疑是颇为亮眼的一位 讲72个冠军耶 好 你看到了吗 好 给你看5秒 然后背出来 好啦 不用看着 我回去慢慢享受这个过程 天王林俊杰开年音乐会 主持人是黄紫焦 刚刚结束的范围期新片记者会宣布将暂时休息 主持大局的还是他 要不是去年此刻的大和解 我想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组织你的记者会 好酸 这是个好一年前的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事实上如果有心统计一下 这两年只要是有知名音乐人或是电影大作在台湾地区举办发布会 十之八九都不会少了黄紫焦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让这位个子小小 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的男主持如此受宠 过硬的主持功力恐怕是最基本的 波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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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谷造型的庙 声音发的巧 人人当他是个宝 你可别当他是个草 小朋友看到他呢 是欢欣鼓舞 乐开怀 你看小朋友本来很难过的 你看 看到他 你看这位大叔本来很忧郁的 一看到他 各位观众本来是很无奈的坐在这那么久 一看到他 就拍手了 出口成章 还不忘押韵 黄紫焦总是能在反应的0.01秒 就用他自证腔圆的发音 如连珠炮似的来上这么一段 这一口绝活可非一日而成 16岁的时候就出道了 诶 这真的 台湾有一个栏目 就是一个选秀的 选秀 可以去唱歌跳舞表演模仿都可以 综合体 我比的就是有点像talk show啊 就是那种说说唱唱 哦 然后就一路 呃 过关斩将 1988年因为比赛脱颖而出 黄紫焦有幸跟着台湾地区主持界的 教母级人物张晓燕学习 当过助理演过短剧 近十年的苦熬黄紫焦才逐渐有了存在感 当年做助理主持时 黄紫焦就能把包括阿梅在内的一众女星 都模仿得微妙微笑 即便是当下 弹起四大天王 黄紫焦依旧是手到青睐 葛不成他其实咬字很特别 对 他每一个音都变 刘大华明明是港星 但他特别有台湾国语 曾经念骚爱嘴梦 一心自生往前 学友我也蛮喜欢 学友就是那种轻重缓急 抓得特别好 上里边 雨天虽然在眼前 模仿是家常便饭 而想要在台湾地区综艺闯出名堂 更是要有放下身段的决心 所以我们上节目的是没有话筒的 只能说比如他叫你出来 黄紫焦啊 听说你蛮能摔的嘛 这里有一盆水啊 我们来玩个游戏 剪刀石头布 跳书跳下去 不过随着时间的累计 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黄紫焦 更多的是一种技巧性的自亏 不是说要作者访问吗 对不对 什么 觉得看到你就觉得 哇又看到一位巨星的诞生 而这唱功前面 大家也已经领教过了 现在黄紫焦更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随时随地能见缝插针 完美接入 现在拿麦克风太容易了 可是反而少了一点基本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新一代的主持人比较麻烦的 欠缺的 比较欠缺的 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去磨练 而不是好像很快的就 就就就就拿到麦克风当主持人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那为大家带来这首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事实上 在如今黄紫焦的主持中 像这样将以上这些能力 综合起来发挥的情况 实在太多太多 其中最最突出的 无疑还是2014年和2015年 连续两届金马奖的主持 那你当过影帝两届了 也做过评审了 要不明年你来主持吧 那么会讲 好吧 我口气不伶俐 不是这个时候通常你会称赞说 其实我做的比较好 你怎么没有 哎呀没有采锐过 再一次再一次 与郭富城一搭一档 赢得满堂大笑 就算是原本和自己 没有关系的场面 稍有冷场 黄紫焦也能立刻创造 不经意的销量 需要跟我调钱吗 我最近也蛮缺的 还有一张 不会啊 你不是看篮球了吗 NBA嘛 临场反应不用说 用心思考的开场模仿 更让人叹为观止 莫聊还不忘开个玩笑 刺激下上一届 明明得了影帝 却中途退场 而尴尬无比的软惊天 这个人是我最想念的小天 去年你最早走哈 今天你最早上台哈 其实老实说也觉得 他一定有难言之隐 也许可以借由这个桥段 也帮他做一个很圆满的 又是一个很圆满的化解 逗雀儿却点到为止 搞笑仍不乏温情 而这种人文情怀 更是在黄子娇 搭到女主池时 显示的淋漓尽致 交个不方便啦 因为真兵哥的老婆 也在旁边 这个有点不太方便 艾拉 你辜负她了 真兵哥一听到你要去 她把墨镜拿起来 放在她老婆身上 当活泼过度的艾拉 开玩笑 要找陈建兵爱的抱抱时 黄子娇一句玩笑话 就解除了女伴的尴尬 而遇上高自己 一大姐的智琳姐姐 黄子娇也是毫不犹豫的 献出自己的公主抱 她给了大家惊喜 给了我惊吓 可以啦 不过即便是 搭谁都顺的黄子娇 说到康熙组合时 也表示甘拜下风 一个节目的成功 或者说流行 它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当年 康永哥以一个 比较文人的姿态 跟小S这种 无厘头的状态的组合 很难复制 黄子娇分析 一方面是两人本身 就有很坚实的主持背景 另一方面 则是好搭档实在难觅 他们很信任彼此 你看他们的感情 你看康永哥 为了小S 就不关注我的脸书 这种好搭档 这种有情有义的搭档 哪里找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要再凑这一对挺难的 节目再见 台北独家财富报道